超真稅收首度變成全民大紅包 但是還有機會領到嗎 財政主機的官員透露了 其實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大幅度的調高稅收的預算 加上去年下半年 其實出口是衰退 還有通膨等因素 還要再出現超真 其實很困難的 好了看到是政府要普發6000塊的超真紅包 但是到了明年 可能就沒有這個好康了 主要是因為今年在編這個預算的時候 就納入這個公司的財報 是上市貴公司的營收的表現 來增加這個實際稅收的表現 所以今年的稅收呢 是最終是編列是超過了2兆元 是比去年呢 是多了2700多億的這樣稅收的預估 也是呢 是成長的是14.2% 所以呢 堪稱這個幅度是歷來之最 尤其來看到是關於這個是 營鎖稅部分是增加了四成 是編列了超過了9000億的這樣稅收預估 還有是這個縱所稅部分是增加到了5000多億 都是蠻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來看到是去年下半年開始呢 這個出口的大幅衰退以及戰爭影響持續之下 全球經濟都是被下調的這樣預測表現都是不景氣的 所以可能明年的稅收呢 可能就很難再有超徵情形 甚至可能會出現是短缺的狀況 就是實際收入呢 是短於這個預算的數字 所以目前看來 明年拿這個超徵紅包是蠻困難的 不過來看到是今年普發6000塊 同時呢 我們很多預算都在執行當中 所以現在國債中呢 平均每年是 每個人是24.7萬的國債 這個數字可能還會漸漸的再增加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